現在時間差不多了,我們聽聽廣告客戶回來,再說下去 私人貸款,物業按揭和信用卡,任何周轉需要,無論如何都幫你確定它 香港瑜伽協會主辦Yoga Gala,香港國際瑜伽比賽大會 由主席Master Dixon聯同七位國際級大師主持表演、研責班和比賽 5月26至27日,在九龍灣會節,全日有得看、有得玩,還有東西送 每張門券可換取價值高達1300元的福袋 快點來Yoga Gala Share and Dare吧 報名查詢,www.yoga-gala.com 想喝嗎?今天我請客 這麼好? 當然了,我有張買一送一QPON,很划算的 沒有帶出來 不如等我來吧 手機也可以即時下載QPON嗎? 對呀,只要上CSSMOBI.com就可以隨時接收到全城最熱門的餐飲娛樂購物消費優惠 看好一位,還可以即時下載和分享給朋友 那就不怕忘記帶了 CSSMOBI.com 全城最開一位,看好即用 香港人網七歲啦 你都想跟人網講生生日快樂? 快點報名參加6月16號 在旺角帝王庭宴會廳舉行的香港人網大型生日晚會 我們會為你準備了豐富的美食街窯 充滿驚喜的表演節目 和壓軸大抽獎 務求令你和一眾人網主持、嘉賓 寬度難忘的生日派對 報名詳情請留意香港人網討論區 香港人網大打地呈現 證明網購業賣流行榜 看我CSSMO的樣子,你就知道我餵食啦 但是吃東西吃得那麼多 都要找些東西消下制的 第二位 人網大打地的最新優惠 柚質鐵觀音茶包 全部採用最美的鐵觀音葉簽製成 一盒有24包 試飲價只是30元而已 鐵觀音不止香氣複育 回甘的餘韻更好油腸 還含有多種營養和藥效成分 有青森榮木、殺菌、消炎、減肥美容 延緩衰老等等的功效 居民經常喝還可以降低血脂、膽固醇 就連對減少心血管疾病都有益處 你用筷子去買一盒 每天買東西便宜一些 證明網購業賣流行榜 是由香港人網大打地贊助播出 一個符合中國網民利益和感情的節目 《欣申港》、歷蘇、國情新知 2892、7899、2892、7899 歡迎各位聽眾 可以打電話進來 譬如問問我們問題 或者有甚麼意見想表達都歡迎 之前剛剛那時說陳剛成這個事件 彭明溫出走 對,彭明溫出走 那底韻是怎樣的 他已經說了出來 不過當時大家也不知道 也不方便說 美國的傳教士 Fornberry 牧師 他們安排這樣就很聰明 因為當時沒有網絡 又甚麼都沒有 大家也知道 是靠寫信 信是不能寄的 因為外國寄到台灣的信 多數情報局會監控 會看的 你的信打開是很厲害的 是 一蒸出來看了之後 連回是毫無痕跡的 他們監控也很厲害 唯一的辦法就是 由於美國教會 他們有人出出入台灣 就很大的安排 他們出走的時候 就拿一本日本護照 一個日本人的惡師 假裝手受傷 不要假裝沒有了 沒有了手 目標大了 他們在機場遇到一群日本人 說要跟在一起 這樣就去 怎知道 過了一關 如是 很順利 過了沒多久 那些移民局 一個人跑過來找他 他很糟糕 然後賣 他心急的頭 留下了 有些證人放在櫃檯上 忘記拿 人家要拿回來 然後確認那些人是你的 你明白嗎 所以請他回去那裡 然後問一下他 人都震了 是 直至到 然後就說要下飛機 下到飛機 等下飛機又說要延伍 那些人 只有他震著 直至到看著他起飛 這樣就安心了些 對 然後他就要去歐洲 那些人在美國 其實彭明問 我告訴你 即是台灣的 即他的獨立思想 你說他是否知富 他就不算知富 不過他有名字 可以說是 因為他之前有很多人在 多數都是在海外搞,而他的溫藏就是在日本 日本最初都不是負責台灣獨立的 因為日本當時想起是自己的領土,他自己的管治 他怎麼想起獨立,當然不會 因此他自己也取締了日本共產黨的台灣支部 以前我也有說過,台灣屬於日本共產黨 當時也被他取締了 不過台灣獨立有幾類人 第一就是日本的女人,廖文藝那些老牌那些 一班是本土的,本土那些有受西方思想影響 就像這個,彭明文 接著到美國之後,他跟那邊的台獨合流 那邊那些是美國扶植的 可以說起碼他不鎮壓你,他就扶植你的 所以有幾類人 那這班人,你說嚴格來說 中華民國政府,台灣當然要鎮壓他們 不讓你獨立,不簡單的道理 你猜共產黨的態度是什麼 共產黨不是也不高興你說是獨立嗎 當然啦 講也不可以講那麼大 這樣就錯了 錯了地了 我告訴你,本土那裡的台灣獨立運動 就是彭明文走了之後 就沉溺了一輪 潛了到水底 接著就輪到民主黨的先驅 就是以前大學雜誌那些 當時就不講獨立的 那個就是講威權社會 我們要爭取民主自由 那時候在搞工,那時候身在其中 那時候又不是講獨立的 後來慢慢才浮面 但是這班人背後 他們復應一個人 一個精神領袖 就不是彭明文 是一個叫做使命的人 即是那個筆名來的 那個使命 歷史的使命、百革命 他寫了一本叫台灣四百年史 所以台灣人 就拿著這本去當聖經 就說台灣的歷史是四百年 你明白嗎 所以陳定南那時候去選舉 選省長的時候 那個宣傳單就叫做四百年來第一戰 那什麼叫四百年來呢 你想想數來數去 怎麼數到四百年呢 這就是由史明 史明這個契弟 他可以說是他們的秘密 精神領袖 他住在日本 有時候又是歐洲 這個人 他原名叫做施朝輝 他是標準台灣人 我都忘記了他 台南那時候 那時候在哪裡 這個人 老前輩也很重要 但是 他是中國共產黨給錢的 你奇不奇 他很奇 所以我說 共產黨真是玩政治 真是出神一番 你老闆 一方面捉到這些 擦鞋子 搞獨立 就是打吧 又什麼又什麼 原來真正搞台獨 那些人 原來背後 原來是收錢 又是收錢 老闆 你也想到 後來還有一個 許順亮 去到美國 共產黨 就透過 史明 給他錢 在美國 搞雜誌 搞了一年多 搞了解放軍 台灣解放 那時候 他自己又要去北京 兩個兒子又要去北京讀書 你怎麼這麼好 我也為之迷惘 在我對台灣的所謂獨立思想 我認識他這麼多朋友 這麼多前輩 但是早期的時候 是獨立兩個字 提不上台面 我沒有跟你說 當時我歷史有個老師 叫做鄭陰仁 陰就是陰 陰的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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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是陰詞的人 我不怕說他的名字 因為已經公開了 直到80年代 因為你知道 我一直都在研究 研究中國的問題 我找到一份名單 才知道他們台獨聯盟 海外台獨聯盟 在島內的秘密 他們叫做會員 他們叫做會員 原來他們就是 是 我都不想像到的 你知道嗎 當時 都不知道 原來那個老師 原來他是台獨聯盟 一個秘密的會員 在島內 當時如果知道 就抓去打吧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共產黨 真是一個出信入化 一神又理 鬼又理 就等於一些工聯會 民建聯一樣 是 一糕一樣 所以你只需要這麼感嘆 我告訴你 老先生 我們有一番熱血 1972年的時候 我們大陸舉辦了台灣前套 研討會 請了彭明文來 你知道我是一個熱血青年 所以我自己也是一個學者 但我們忍不住頸 彭明文上來演講的時候 因為他走了兩年左右 那時候 七零年去美國 你知道嗎 真的離開台灣 那七零年的時候 我們請了他去那裏 那些國民黨 那些學生 你叫做職業學生 或者叫做右派學生 就像衛生那些 叫做右派學生 在國民黨 然後就哭 哭哭哭哭 你說賣國賊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不過說出來很英勇 我跟他講 很欣賞 我一個人站在他們面前 那些吵架 是吧 我們全部保養 是吧 你不要吵人家說話 你知道嗎 你說什麼 出去講 是吧 你要怎樣 就是我一個人都照起來 是吧 那些人說是不是 大哥 叫我戴眼鏡 就照出去 一出去就想動手 啊 誰知道好想不想 沒那麼小 突然有人一枯枯了 那條頸 我以為 那條頸 很大力 我心想 我的武功 有那麼常的 原來那個人是鬼佬 很大 真的 那些叫做什麼 007 尖時方 哇 你一夾著 很大 我動也不用動 差不多 接著又有一個大肥佬 大肥佬很大 在我面前 是吧 又踩到他們 那 話很未完 那有一條肥妹 那個就是我們政治系的秘書 那個肥妹真是厲害 都說 有一筆會兒 大情一聲 你是什麼人 給他 某一的身份 那有一個 有一個 看起來 我們FBI 美國聯邦調查過 哪個批准你在這裡 在這裡搞事 你拿這個批准公審出來 在他前面 批准你 我跨outh 他就比 новых הב� 他的製的 那個鬼佬 看起來 放我 我真的要走了,我說Jane,你真聰明,肥妹,你真聰明,真是花痞 因為那些暗中在那些,他有很多FBI 他以為不知道我搞事還是對方搞事 見過一個人這樣的陣勢,他以為我背後還有料到,所以他先夾了我 然後他只是吹脹,誰知被一條肥妹渴走他 後來彭明說完之後,他跑來跟我握手 他以為我支持台獨,你明白嗎?我一滾,護衛他 他跑來跟我說,他說希望你多多保重 我說你也是,我亦都保護了機會 他一來,整派人都保護著他 他說完之後,保護著他就走了 即是連他留下吃飯,過夜都沒有 所以我就唯一一次見到他 但跟著他以後回台灣搞的事情,我又不在台灣 所以我跟他的緣份就淺一點 不過,你看台獨這班人,搞呀搞呀 你想到現在,也沒有什麼結果 你明白嗎?證明我們中國人的觀念來說 獨立這個概念,反而不是濃厚得那麼緊要 你明白嗎? 反而我跟彭明文文心說 他自己走到美國之後寫了一本回憶錄 就叫做什麼? 自由的滋味 就跟陳剛誠一樣 你想想,出到哪裡都好,我自由了 所以其實自由是一個重要的人生要素 你知道嗎?阿力蘇,你知道嗎? 好像香港現在的目前舉例 你如果萬立這些法,那些法,這些法 它慢慢收緊了很多東西 以後你發覺幾年後,你發覺 這個又不行,做這個又不行,這個又不行 那你變成了,我跟你的自由玩少了 你自己現在不覺得 你慢慢地步步地入平法 你知道嗎? 即是你的空間小了 所以在自由的概念來說 所謂有積極的自由 即是Positive Freedom 即是我來譯,他們譯的名字我不是很喜歡 我譯的叫做消極的自由 叫做Negative Freedom 為什麼叫做消極的自由呢? 以及積極自由呢? 很簡單一句 就比如說人呢 譬如說以前林肯說 要免於恐懼的自由 不是,羅師傅說的免於恐懼的自由 免於飢餓的自由 這些是積極的自由 為什麼是積極的自由? 是要有人立了法或者定下規矩 令到人不可以飢餓 或者令到這個社會有秩序 可以說你隨家可以開槍射人 政府不可以隨便鎮壓你 外面的治安要好 這些叫做免於恐懼的自由 你生活對不對? 免避政權鎮壓 免避其他惡事 大隻狼 隨便拔槍拿刀來捅你 盡量做到平衡 這叫做積極的自由 這些積極的自由 大人世間要明白 當然有些積極的立法 好像香港現在的立法 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它保障了我一些東西 比如說立法不准有三級氣 四級氣 可能你會覺得耳根清靜一些 可能你又損失了你那些東西 你知道嗎? 因此人的自由就好像一個大餅 這麼多就這麼多了 你明白嗎? 那你的積極自由 如果越多的話 消極自由 即是被動的自由就越來越少 你明白嗎? 那麼我們維繫人類的社會和諧呢 積極自由一定要佔回這麼多一部分 這是對的 比如說要維繫社會秩序 比如說你駕駛電單車 你又不能說你那些江頭佬 你一定要打個頭盔 你明白嗎? 那這些呢 是維繫了大家的安全 各方面的東西 是吧? 但是你將這些職業自由 越想越多 亂起來呢 你的人的本身 所謂與生俱樂的自由就是這邊 這些呢 你可以做野蠻人 我喜歡打你 我喜歡打你一槌 你出心著 我生小孩 我喜歡打架 這些叫與生俱樂 但是你當然要受教育 或者受社會的制約 因為我們生活在一間社會 那你的積極自由就控制了 或者約束了你 但是你這邊越來越多 那個餅就這麼大了 我們的自由越來越少 而且那個將來要反過來 是要經過很大的努力的要 香港人就不明白這個道理 就是自由的可愛 是 因為剛才你說的很對 我們香港人是 可能尤其是已經享受 習慣了自由 好像當作是呼吸那樣 現在他不是一下子不給你空氣 他慢慢 慢慢 令到你好像 他不是不讓你呼吸 是令到你呼吸不到氣 我現在覺得是這樣的一件事 所以你覺得對 很多人 未必是即時刺到他 例如你說網絡23條 可能很多人是 他一心想 好像我剛才第一件事 我都不改圖 其實對我們來說沒有什麼影響 有些人說我今天不上網 對 但如果你說的又對 你是不改的 不過現在你鋪天蓋地 很多事情 你可能政治 不是那麼熟悉 但你可能看一張圖 你就明白了 原來現在局勢是怎樣的 可能一張圖大概已經告訴你 將來沒有了 這些事情可能 我猜不到是我自己不看 不是我自己不改一回事 原來將來連看都可能沒有你看 就是這件事 他可能在你的空間裡 根本消失了 對 因為個人沒有了 所以你要恢復的時候 就不容易了 沒錯 你做就容易 現在 你有些七大精就可以了 懂得舉手就可以了 對 但你以後想恢復就難了 因為變成從無到有 當時你也沒有這個概念 你明白嗎 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一個人就要慎放 要明白這個道理 對 所以我告訴你 所以自由 你知道嗎 所以彭明文第一個感覺到 不是感覺到 哎呀我可以搞獨立了 那怎麼辦 第一件事就想到自由了 對 陳剛誠也是 對 所以你想想自由的重要性 對嗎 這個可貴 是啊 講到獨立這班人 其實有一個又是悲奇人民 對 剛剛就是最近幾天發生的 我知道那個熱比亞 大家都聽過 對 對 熱比亞就是世界維吾爾大會的主席 對 是嗎 他這次又開連會 不過這次選擇他東京 日本開 他日本開 這樣也不要緊 我告訴你 要世界上周圍 都希望結多些朋友 要拼一下力量 你明白嗎 不過他講了一番話 就令到有些人很不滿意 大家都很肯意 他這位日本 現在日本東京都 即是 神太郎 那個最右派的 東京都 即是東京城市市長 他叫做 其實是我們古民 你知道嗎 是 是 他們就集資 現在 想定就買了 那些電台 買起的算數 用錢拆電話 那這個熱比亞 他又捐了十萬日元 雖然十萬日元 十歲 但是他捐給他 希望你買到 是吧 而他都說 現在我們整個新疆都被你漢化了 找個老襯 他說如果土地可以買賣的電台 我們希望你們日本 去買了我的新疆 這些說話就不是很得體 真的不是很得體 是 不是很得體 但我覺得也是一個悲哀 我覺得是一種悲哀 即是 我寧願讓另外一些人去管理我們 都不寧願讓你中國人管理 寧與外邦就不與家勞 是的 就是這樣 還有 你就可以參拜靖國神社 嗯 老實說 我覺得 即是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說他們 這個也是 我又覺得比較 你跟達賴喇嘛 是 那個分別就很大 嗯 達賴喇嘛 是有節 有理 有情 是吧 那你 在任何角度去看 你的同情都會放在他的身上 而不放在中共的身上 是吧 由於有達賴喇嘛的表現 你會看到 大陸的那些官員 那些蠻不講理 那些醜惡面目 那些什麼 朱維群部長 那些統戰部 副部長那些 是吧 你會看到他很 很醜惡 嗯 但是你 維吾爾 即是新疆 這裡 你這樣的做法 你 你是不是想以我們 漢人為敵 那不是很明白 所以我說 獨立這件事 是一個獨藥來的 嗯 是吧 獨藥來的 你要處理得很好 而且呢 你要得到 得到就多了 不得到呢 都不容易的 我對你說 那剛才有網友提出一個問題 即是不要獨立了 自治可以不可以呢 基本上他現在都說是挺好的 是啊 我也是這樣想 他現在都叫你自治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我見到達賴喇嘛都說 嗯 那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 中共他不是奴役你們 什麼西藏人 其實他們對你們西藏人 已經好過對我們了 大哥 對我們漢人會更糟糕 對嗎 對嗎 直至到中國有一天 有民主政體 嗯 西藏人民 他自然會得到他的幸福 嗯 是吧 他會受這個民主政體 的保護 以及關顧 現在 怎麼說好呢 我跟他說 你有沒有力推翻他 是吧 那現在是怎樣呢 唯有我們盡量去做 對嗎 那你就應該把你的愛 和你的關懷 和你的法力 如果你有法力的話 對嗎 你都放在我們這些反抗者身上 大哥 保佑我們 對嗎 對嗎 是吧 沒有 沒有反抗的人都會改進 對嗎 人又 其實就是這樣 就像打工而已 譬如你覺得 老闆對你不好 你就要求加薪 你一天不要求加薪 他當然不加給你 對不對 那個正版 王山素姬說得對 大哥 不是空偶說 改變就可以 反而是要下手 要求他爭取 你要爭取才是 所以現在的情形 你好像越比亞 我覺得真的有點窄勢 不過我們又不可以隨便 就是越誕太人 或者其他東西 我只是用作為大家 拿出來討論一下 是 情義這樣說 我跟你說 對嗎 老實說 你們的宗教 文化 民眾 你們的想法是怎樣 你們的苦難是怎樣 我也很難一概而論 對嗎 對 我們只可以搖寄祝福 對 但是那些肯義的 我們希望那些漢人同胞 能夠理解一下 盡量不要把它當得太嚴重 一個人走到這樣的地步 如果說話 有時都會被越中聽 都會有可能 所以你說 裘姐 你說回來說 自治這個詞語 我什麼時候認識 我就是年輕 很小的時候 跟家人去大陸旅行 不知道在火車站 他不是很流行 有幅大的中國地圖 寫了什麼西 維吾爾族自治州 其實國內 很多是自治區 但是給我的感覺 自治區 只是一個名字 好聽一點 但是其實是否自治 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你說香港也是自治的 怎麼會有一國兩制出來呢 對不對 都是你港人自己自治的 他說就是這樣說的 但是他又沒有跟你說 港人也可以有共產黨員 其實嚴格來說 我們中國 他比他自治的 我們有幾個地方的自治區 都很大 不過我覺得 都是名不符實的 對嗎 共產黨也沒有信任 你自己自治的 對嗎 香港已經是最 他認為是最寬鬆的 對 已經寬鬆到 他自己已經在那裡扔 自己在那裡扔 想要找機會 找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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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搞你 我告訴你 剛剛他已經 其他怎麼會 所以我說 自治是否一個出路 當然是 不過你現在 因為中央政府是這樣的 那你就不是一個出路 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希望 中國真的唯有希望 盡快邁向民主 要不然這些民眾問題 都不容易解決 對嗎 我覺得 我一開始都沒有感受到民主 是有什麼重要的 好了 我接觸得 譬如社運 接觸得 譬如欣老師那些多 我慢慢就覺得是 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我要跟你交代的 你下次不選我 就糟糕 我做壞事 我都並不能夠做到這麼出面 我並不能夠完全剝奪你 完全不放你的眼 對 怎樣都有些顧忌 我做的事 我都一定會散絲 譬如香港我覺得 其實是急劇惡化的 越來越都不需要散絲 他想怎樣 我就怎樣 你們麻煩嗎 我就找一班 保皇黨 整班反正外人多 自己圍內 談好 好了 一會兒 怎樣 好了 我們談好就這樣 變成所有 我又越來越整件事 是急劇轉差的 我覺得 香港的感覺 給我就是這樣 香港人我現在要警惕 以前在議會裏面 比你所欲為的保皇黨 還加上那些懶惰民主派 以為外面的立法會外的抗爭 就是我們民主派的專利 是 幾年前開始也不是 你知道 七一 他有沒有想要做一個擦鞋大遊行 你猜著以後七一 可能還有民生大遊行 我真的沒有想像 現在外面的陣地都會佔回 本產黨說這個陣地 我們一定要自己收回 不能讓你佔回 你看他的支持 反對拉布那些 大家看 以後我們要這樣情形 就是沒有負 還有最慘的一件事 我覺得香港人 有時候會有一點沮喪 就是 新鮮滾熱賴那一刻 他就很記得 他就覺得是有問題 明天睡醒覺 看一看股市 看一看行指 那些 就把這些全部都忘記了 就像你說 到投票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那個習慣性投票了 我去到是投民主黨的 或者是投民建聯的 我也不管做過什麼 我去到就變成投票 我經常覺得 共產黨是很喜歡訓練一群 這些人出來的 搞到這群人 基本上不需要獨立思想 總之你們喜歡投票 我就給你們投票 嚴格來說 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人不來這麼多東西 最重要是可以找到食 這樣來說 我們現在踏入21世紀 我們還未能夠昇華到 在我們的思想方面 我們只可以在肉體上 還要生存 來跟我們思想 難聽說的好像畜生 要爭奪 你的意思 你要思想的話 就可能犧牲了生存 自然 個個都是為了生存 他迫到你一個這樣的境遞 那你有什麼負責 所以當中說 他不想餓你 他不餓你 他不餓你 他不想讓你飽 大哥 他會讓你多一想 你知道嗎 吊著你的命 讓他可以圍圍圍 好了 不開心的 希望下個星期 我們可以說一些開心的事 也會 希望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 OK 拜拜 拜拜